新北市汐止区位于捷洞路旁的铁路 昨天晚间9点多 铁轨上方的电线突然发出了火光 还有爆炸的声响 附近居民都被这个声音吓到 都跑出门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消防队也接获报案到场封路戒备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附近的民众描述 昨天晚间9点多 现场突然发出了火光 还有爆炸的声响 附近居民出门查看 新北市消防局第六大队获报之后 立刻是派遣了消防车 前往现场介护 封路警戒 初步了解 一次是线路以及铁轨机屋 导致高压电产生了电阻 发生了爆炸还有火光的情形 在台铁人员断电之后 火光才消失 现场检修确认安全无余之后 已经恢复了通行 有点人员 有点人员 也要是小队获报的 有点人员 也是小队获报的 变速摩